HELLO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按下我們的隨便打環節啦 那現在是我們的過年期間啦 為了讓大家討個吉利喔 我們這邊依舊依循我們這邊的傳統喔 今天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每年的 年度最強出現的敵人前五名啦 一樣來預測一下 如果預測全隊的話呢 我們就還是會抽出 我看一下喔 2024年吧 2024年的話呢 那就抽出兩位幸運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獲得我們這邊兩百的罐罐好不好 我們抽兩位兩百罐罐 因為今年這個 爆萬紅包沒錢了好不好 但是還是要給大家這個 參與過年的吉祥如意的感覺好不好 所以大家來預測一下喔 這個前五名 然後第六名啦好不好 第六名就不要預測 因為第六名我覺得應該就是那個 應該就是龍形態的那個誰嘛 小敵人吧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 預測一下就是 最多演出敵人前五名 那如果大家有預測成功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然後這邊會選出 喔不是選出啦 抽出 兩位幸運的朋友們 不知不覺第五名 我覺得這個應該有可能是那個誰啊 紅色小蛇吧好不好 紅色小蛇或是三蛇中 不是耶 半海爆傷耶 居然嗎 而且我忘記這個跟那個日本的有沒有就是一模一樣喔 好 不知不覺第五名的居然是半海爆傷 我覺得這第一期大家應該就死光光了吧 有人有猜到半海爆傷嗎 我怎麼記得半海爆傷以前都沒有入圍啊 那這次居然有入圍耶 好 第五名居然是半海爆傷 然後第四名的話 前途市井的這個第四名 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有 臭老兔或是 紅色小蛇了 好不好 臭老兔了吧 果然好不好 第四名我猜對了 你們猜對了嗎 我覺得這邊前四名的話 應該就是基本款啦 就基本那幾隻 比如說 小敵人啊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 藝人眾啊 或是甚麼之類的 應該是這幾隻 只是我沒有想到 居然是半海爆傷 那麽第五名還有入圍 好 那第三名的話 這邊 臭老兔出的話 那這邊我覺得應該是紅色小蛇吧 我覺得還是會有紅色小蛇一票 一定會有的 紅色小蛇來了各位 沒有耶 雖然是天使小敵人 確實啦感覺好像也是蠻常看到天使小敵人的 年年都是第三名耶 所以代表天使小敵人永遠都是第三名是不是 那是控制的很好耶 這個出關卡這個數量算是控制的很好 三人型的第二名 難道這就是三人眾嗎各位 這應該就是三人眾了吧 都已經打上去了 真的耶 三人型的第二名耶 那第一名的話我覺得應該有可能就是一人眾了吧 應該吧 感覺這個三人眾也是蠻常看見的 哇 居然沒有紅色小蛇嗎 我以為紅色小蛇會超多耶 三人型的這個第二名 這一題直接就是跟大家卸底了好不好 哈哈哈 就是他們的 三人眾的這個第二名 好 來看各位 揭曉這一次的第一名 紅色小蛇吧 我覺得不可能會沒有紅色小蛇 鐵定已經會有紅色小蛇了 沒可能沒有 紅色小蛇 嗨 紅色小蛇被掰海報章擠掉了各位 好 那這邊的話 居然第一名是黑色小敵人喔 好不好 黑色小敵人跟我們這個天使小敵人都蠻常出現的 脫穎而出的第一名 好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這五四的這個排名啦 就已經都出來了 那大家 如果預測成功的話呢 記得好不好 要留言好不好 但是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先看過才那個留言啦 我是沒差啦好不好 那大家記得也要留言才會 符合資格囉 就這五名好不好 有留到正確答案的話 我這邊就會抽出 兩位幸運的觀眾朋友們 獲得這個 兩百罐罐 然後一整年都沒出場的話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那個了喔 這個就是我們龍年的那個 龍年的那個小敵人了 欸不是欸 是五年小敵人喔 屬牛虎兔 喔是喔 他怎麼是這個 我以為是龍的耶 對啊 我以為是龍的 一整年都沒出場 屬牛虎兔龍 上次去年是兔年嘛 所以虎沒出場是正常的喔 好 沒有問題 好啦 那就是一直以來的傳統啦 那現在要來打一下五點半 還沒有打完的那個 古代的這個關卡 那這關的話上次打的時候 裡面是有那個漩渦的喔 我們來用一下這個 緩速大師 這個打古代種的這個 騎兵牛神 用他來弄一下 應該是可以 看看我貓現在來喔 用這個 緩速到爆炸 我跟你講 打那個漩渦啊 就是要給他 緩 緩到一個不行 他應該就沒轍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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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不過直輪貓會有一點小波動啦 但是應該也不至於要帶上那個 帶上那個就是 抗波動 應該不至於 OK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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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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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走喔 我沒有把直輪貓給打死耶 我要完蛋了喔 而且我們這邊的牛仔好像 有啦有啦有緩道 緩道是不錯 但是好像 還是偏淒慘喔 而且它待會會有那個攻擊力強化 玩啦 看來還是得靠 比較靠譜的那個角色來了 二人組這些應該是可以啦 還是要再加一個翻長貓啊 錢包不夠用了各位 錢錢不夠啦各位 又被這個漩渦教訓了 完蛋 怎麼那麼的強啊 天啊 主要來說是那個直輪貓沒有死 那我們這邊要放那個 放我們那個好女孩兒了 燒爛他好不好 燒爛他 然後這邊 把一個坦克換下來好了 這樣子弄弄看好了 又不夠了 貓領旗瘋狂在這邊燃燒 完蛋 完蛋 來來來 呦呼呦呼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應該是先去前面站個點位 前面站個點位 完速他 還死他 燒他阿他 好燒死了 然後這邊來一個躲漏 趕快燒爛那個猴子阿 那個猴子也是 警犯人的 然後繼續 詛咒他他就不能詛咒我們了 然後他攻擊力現在在上升當中了各位 代表他快沒血了 吼吼吼 趕快先把那個直輪貓弄死 不然也是很麻煩 怪怪的怪怪的 喔 有了 可以了 nice 一斜那七登場 有了有了有了 完美無缺 完美無缺 好不好 太省了 喔 不過打那個熊窩真的還是頂麻煩 好 先燒爛 然後一斜那七同死 再挺他這個塔吃我們小精靈 小精靈不是被直輪貓的那個 拖洞弄死嗎 看一下喔 他這邊有那個波洞跟那個 暫停還有就是那個古代詛咒都無效 滿爽 但好他沒抗裂波喔 對 他沒有抗裂波的 這個一斜那七 可以 稀有券拿到一張 而且拿到最棒的地圖 來看一下第九樓咯 各位 我覺得好像有我們的那個誰啊 有我們的黑凱好像什麼都可以打 黑凱確實是目前來說 我真的認為那種就是 你抽角色啊 抽到真的是很 很有感的就是他在那邊搶到爛掉 真的是搶到爛掉那種 希望是完了 有點尷尬欸這個 先這樣然後先出大隻的 先把大隻佬出出來 喔齁 開收 誰誰誰 剛好 哇 啊 怎麼是你 OMG 躲龍 秀一下 這得要努力打誒 哇 哇哩咧 這隻有點靠太近了 各位 我們這樣好像有點慘 靠太近了 打到我們的 哇 哇靠 完了 哇 完了 怎麼會這樣 太扯了吧這個塔 哇 哈哈哈哈 我的天